第三势力 三例新闻林文富皇家伟 听不过道 好 中主说 马英九总统所抛出的 两岸和平协议 只是为了转移焦点而已 但无论如何呢 都引发了朝铁的激烈交锋 特别呢 马英九突然又说 可以用公投的方式 那么来达成了 两岸签署和平协议 好 今天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在座举行正式的记者会来回应 好吧 既然你终于赞成 是要公投的话 那就请立法吧 蔡英文要求身兼国民党主席的 马总统一个礼拜之内 赶快启动两党主席之间的 朝野协商 而且立法院要把 公投法的修法纳进去 换句话说呢 民进党主张 未来两岸政治协商前 或者是任何协商的结论 都必须要经过全民公投 马总统都说了 两岸和平协议交付全民公投 蔡英文逮到机会 顺水推舟 我将以民进党党主席的身份 正式邀请马主席在一周之内 启动公民投票法的修法的两党协商 在立法院本会期结束之前 完成将两岸政治协商 需经公民投票的法律机制 纳入我们的公民投票法的修正工作 要求立法院朝野协商修公投法 蔡英文向马总统下站铁 还反将一军 订出明确时间表 和平协议争论 整整发酵五天 马总统两度说明 蔡英文三度反击 马总统在48小时之内 速度的变更 他忽而宣称协议签订 没有时间表 忽而又表示协议不一定要签 总统对于自己所揭示的政见 反反复复没有一致的立场 将敏感的两岸政治事务 当作选举来操作 更证明了马总统治理国家的领导 能力是大有问题 前天马总统翻出贬政府时期 和中国建立的和平 稳定架构 蔡英文还原历史 火气也不小 民进党政府是以主权国家的立场 提出这项政策 这个马总统这段时间以来 直入为马 只是为了模糊焦点 掩饰自己 在两岸和平协议上面的 暴冲跟召进 公投成了选战亮点 前行对院长苏文昌 更在脸书上具体建议 明年总统大选时 就以一中为前提的 九二共识来公投 让人民决定是否接受 两岸和平议题 蓝绿都下猛药 谁暴冲 谁刹车 双英 大斗法 马总统接下来会同意 这个科目的